讲真话了 不是只有苹果 这个全球疫情失控之下 国际间的各大品牌大厂 都受到了拖累 麻烦杜大哥来请上来 刚刚说的苹果 有人把罪跟错 怪在我们台积电 台积电被砍单等等 小摩说问题不在台积电 不要错怪他 先来解这个您怎么看 其实这个5G 当然是2020年的 一个很重要的形式 但是因为有几个原因 等一下我们马上说 那么事实上就是整个疫情 蔓延出来以后 那么第一个 美国的5G的基础建设 其实它的部件 比原先的速度要来的慢 那么欧洲市场 大家都知道 现在欧洲疫情很严重 那么大家现在第一个 没有出去工作 就没有收入 第二个可能要花钱 在医疗或者是其他 或者要参加上礼 或者什么 就要花很多的钱 像意大利西班牙 所以其实现在也没有心 去换机 所以第五代行动通讯的手机 那么所有人都认为 会稍微延后 所以照你这么研判 苹果的5G手机 不要说苹果 是所有的5G手机的新机重 它的延后是来自于 顶面的需求缩下来 暂时先不慢 两个都有 你刚刚说的这个就是说 从这个需求面 从市场面 我们看到它比较推缓了 第二个原因 是因为它跟这个 我们知道一支手机 在研发的时候 到最后的制造生产 其实它整个的这个 技术跟工艺 那么有很多的厂商 要一起合作 那这个合作 现在因为大家都不能旅行 对不对 都要在家工作了 所以其实现在整个 共同研发的速度慢下来 那当然我们正在尝试 尤其像苹果 它是希望能够 跟供应链的厂商 能够做一种合作 那么这种合作是在线上的 是在远距的 那么大家可以共同来度过 全球疫情的严重时刻 可是如果在线上的话 那生产端你还是要做 那停摆也没办法 没有错 所以最后还是有一部分 需要用实体的 但是尽量的 能够在一些远距的方式 能够做一些合作 但是这个新模式 还在尝试当中 时间一定会延后 所以一个是 我们研发的进度落后 不是落后 就是生产的进度落后 另外一个话 就是刚刚讲市场的需求面降低 所以其实台积电 是要承担这个的最后的结果 因为大家动作都变慢了 市场变慢 台积电才是受害者 他拿到的单子是比较晚的 但是迟早他要生产 本来他今年 一月份就应该生产 可能到了四月 苹果才把单子交给他 所以台积电是 苹果手机延后的受害者 而不是麻烦制造者 不要搞错 不是台积电害的 那这个呢 就是刚刚讲说 因为这整个供应链 手机供应链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我们现在全球 在从这个CPU到这个镜头 到最后的制造 还甚至于工作机 就是工作母机 这些都是很多的不同的厂商 跨越了日本 中国 台湾 美国 那这些厂商之间 他要共同做一棒接一棒的研发 这些研发呢 因为限制了旅行 那么现在又要在家工作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创造一种新的 这个研发跟制造的新模式 那么这个呢 显然是可以透过 这个苹果的新手机呢 那么我们在这方面 可以把它team up 可以把它团队起来 可是像若造杜拉格 您的推论 至少推迟两到三个月 现在是三月嘛 对 所以三个月 那就四五六 所以十个酒表 才会写说 大概最快在五月份 就会知道 是这样吗 知道应该是大概看疫情 在一两个月之内就会知道 但是正式要推出呢 这个还要考虑到市场行销 造势的一些因素 所以是不是会在十二月 这个low season 就是Christmas所推出 应该是不会了 所以有可能 它会推迟到一月下旬 才会出来 明明一月下旬 对啊 拖到这么久 不 我们讲说苹果十二 或者是其他的手机 还是会在九月份 十月份出来 但是五G的手机 它不会在 我们猜测 它不会在圣诞节前推出 因为那整个市场 都已经停 就比较慢下来 对对对 好 苹果的事情弄懂了之后 再次强调 不是台积电的问题 不要错怪它 那么美光呢 我刚刚带到的那个美光 看一下半框 盘后股价大涨 因为上一季的季报 公布出来之后 是犹豫期的 现在待管局点半开盘 美光股价也应该是大涨的 那美光为什么 凭什么涨呢 其实美光在上一季的 这个财报公布 它的上一季是去年十二月 今年一月二月 这三个月里面呢 它不管是营收 或者是EPS 都比去年同期 要来的降低 差 对 但是呢 它都比原 这个它自己 还有就是第三方的预测 要来的高 那我觉得美光 它现在在这个DRAM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记忆体的领域里面 它现在已经超越了三星 它现在几乎变成世界第一大了 那么所以我们刚刚讲 它在上一季的营收 跟去年同期来讲 它是少时期了 但是它比预期的预测 要来的高 就是优于预期 对 优于预期 那美股盈于EPS也是一样 0.45 也优于预期 0.35 所以它的股价是涨的 那么其实我觉得 它为什么可以逆势上涨的原因 第一个呢 是因为它过去呢 其实过去一年当中 在台湾加码了很多 就是美光把它的产能 其实扩大了 而且使用到比较新的技术 那这个投资 其实对于它在 记忆体的竞争里面 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的 还有一点 杜大哥我请教一下 我为什么刚说美光聪明 美光过去一年 在台湾加码投资 台湾这次无安肺炎疫情 我们控制的很好 所以在台湾的 美光的产能 只要有人要 它D-RAM颗粒 就是可以无限量提供 对不对 是的 而且三星呢 这次其实是受害了 三星其实就在昨天 它还宣布 把它的8C的D-RAM厂给关闭 所以它其实 它的工厂是比较分布的 各位都知道说 这个韩国的疫情 是比较严重的 那三星有一个工厂 也受害 那么同时在越南跟巴西 所以三星呢 在越南 巴西 印度跟韩国 其实都受到疫情的影响 美光刚好放到台湾 台湾并没有受到 这个疫情的影响 虽然我们都 从第三方的资讯知道 美光也有员工染病 但是已经隔离了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 防疫系统做得非常好 已经把它做适当的隔离 所以美光在台湾的生产 事实上相较于三星 是起来了 赞 还有一点 那这个跟那个 现在在家上班上课 也有关系 当然是因为需求量的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 不管是手机或伺服器 所需要的记忆体的数量 都比以前大增 那这个是长期来看 并不是因为这一次的事情 那么所以呢 整个D-RAM的行情 是往上增加了 那如果三星 不能够大量提供的时候 这个时候大家要转向美光来购买 好赞喔 杜大哥讲到这儿 你知道我心中的问题就来了 好啦 那美光有办法逆势突围 它的业绩 请问最后一张楼 在肺炎疫情扩大冲击之下 有哪些的产业 有本事逆势突围 对 其实我们这个所谓的逆势突围 有两个状态 一个状态就是说 它是一个转单的效果 对 它本来就有这个市场的需求 也许它因为市场的这个量稍微减少了 但是它还存在了一个很大的市场 可是呢 如果这个生产呢 原先是在中国大陆 在意大利 在西班牙 在印度 在巴西这些地方生产的 那么它可能很快的就有一个短期的转单的效果 所以这些产品呢 包括汽车 包括药品 包括很多其他的服饰类的东西 那么或者是直通讯产品 它就有一个短期转单的这个立即性的需求 也就是呢 您没办法再依赖这些国家了 因为他们疫情严重 所以如果您做的东西跟他们一样 本来在大陆生产 可以转单到台湾来生产 就是你刚好这几个国家以外的地方 你有产能 那么你那个产能就会扩大 你就获利了 第二个来讲的话 当然是跟防疫相关的产品是有关的 对不对 我们这次防疫呢 比如说我们口罩的布置部 有三层的布置部 那么防护衣现在是很缺的 尤其是那个 这个有一些专利型的防护衣 就是说穿起来不会太热 排汗型的 另外就是呼吸器 我们看到很多汽车大厂 就是那个重症 就是把氧气灌进我们的肺 这个说对于这个 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来讲 呼吸器是必须的 那么连美国现在都缺很多的呼吸器 我们也有缺吗 我们台湾现在因为重症患者 总共不到十个 所以我们根本不缺 我们有两万多个呼吸器 但是我们其实重症患者只有十位 那当然我们是预防着未来 可是现在全球包括欧洲 包括美国都缺 所以现在很多的汽车厂 都已经改成要来生产呼吸器了 那么另外 我听不懂 汽车 开车 跟做呼吸器 怎么有办法做汽车的 去做呼吸器 对工厂来讲 它也就是一种装备 就是透过工具机 透过装备 透过线上来做 对没有错 是可以的 是的 就包括这个通用 还有包括这个特斯拉 他们都已经讲 他们要把他们的生产线 转换成为做呼吸器 难怪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那些呢 好像有些叫名牌 Cucci 因为它本来就做纺织品 里面对它来讲 它只要能够采购到足够的布置布 设计制造都没有问题 所以将来会有很多名牌的口罩 那疫苗也是逆势毒味的 对现在的疫苗的研发 我们稍晚一点会做更仔细的介绍 这个疫苗的研发 坦白讲 现在大的药厂并不做 因为这个有很大的风险性 可能我疫苗研发出来 花了十几亿的美金 结果呢 那个并没有了 不见了 那结果 白研发了 我就白研发了 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大厂 像辉瑞啊 这些他们不投入 那反而变成一些中型的厂 像我们国内 什么高端啊 国光啊 这些人就要进去了 赞 对反而有比较大的机会 最后一个 我们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大家现在开始就不集中上班了 不集中在学校里面了 所以开始在练习 在家工作 在家这个上班 上学 上学 对老师呢 像我呢 下礼拜一 我就要在我的电脑面前 教我在新竹的学生 所以我们开始就要练习 可是我的设备不够啊 我没有相机啊 我没有比较好的麦克风 学校提供你啊 学校只提供软体啊 真的好 你要去买硬体老师 对对对对 所以软体呢 现在当然我们都知道 这个美国有Microsoft 他最近也提供了一些方案 就是免费的 另外在中国大陆 也有这个相关的软体 叫做丁丁软体 就是像这一类的教学类的软体 就是一次一个老师 可以跟几十个学生一起互动 或者是一个老板 可以跟十几个人一起开会 这样的远距工作 远距教学的软硬体啊 都是有很大的需求的 感谢杜大哥 杜大哥的这个直播啊 YouTuber我之前也看过了 好有内容 所以当杜大哥的学生 真的有福气了 现在呢 学校都要开始练习远距教学 然后远距上班 反正呢 我们走在前端 防疫工作有备无患 台湾加油 大家努力渡过难关 建成请上来 接下来呢 这个不好意思 加油也没用了啦 请问啦 这次5G了啦 怎么这个ETF也大跌了 真的会下跌就不配息吗 还有这福方Vis 来稍微讲一下这三档 大家关心的 好了 我们先从原大全球未来通讯来看 最近跌得很重 为什么会跌那么重呢 其实呢 系统性风险 因为全球股市都在跌嘛 这家公司 这个ETF呢 它联动的不是 有很多知名的公司 你看看就好 主要成分股有苹果 高通 思科 AT&T 台积电 联发各在里面 都是国际知名 5G相关的国际大厂 对 那最近这些股价 这一波的跌下 有没有跌 跌 对 所以联动 它ETF当然跟着跌 原来是这样嘛 所以你去了解它之后 我配主要持股都那么好 如果看到未来的趋势 系统性风险结束之后 它当然有机会弹上去 我先解释 系统性风险上次讲过了 就是挖东墙补西墙 挖B墙再补X墙 就是这样子 因为资金不够嘛 系统性风险就产生了 所以当大家杀这些标的 当大家赎回这档 ETF的时候 投信就要去卖这些的标的 但是要个答案 这一档 您刚刚有讲到关键字了 因为它是5G 它是未来市 连杜大哥都说 5G手机迟早会发表 所以如果看长线来看 是要担心不担心 不担心 在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是趋势往上的一个 这个产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ETF 好 来先上一下K棒好不好 这一档 00861 可是不好意思 因为我很笨 我就买在这儿 我又追高了 我被套在这个地方 现在是卖还是不卖 那当然不要卖 不要卖 不用卖 我都亏这么多了 这边卖掉的话 如果它产业趋势是对的 你可能卖在地板上 或者是卖在312也没关系 或许它还有低点 但是你还要有策略 你或许买了高档 现在跌下来 我该不再加码 看有没有底型打算 等一下会教大家 怎么样去买它 所以 对 等一下要教学 要听仔细了 我先急 我个性急 来 插播先问一下 我如果在这边买了5张 我5张的成本是21块6 一张2万1 2万2好了 然后掉到这个地方 没有错我赔了 因为现在只有15.9块 所以1万5 1万6而已 我赔这么多 可是如果它有未来试 我在这边如果再加码5 那可是成本整个档下来 对货不对 对 没有错 成本在这里 大概有一半嘛 所以这是观念 重恶的观念 这就是三角 金字塔 三角形道 等一下我的操作 它就适合用金字塔来操作 漂亮 先请回座 先帮您问一档 这一档呢就是00861 回来之后来问仔细咯 进程讲完之后 多数时间交给侯侯大哥了 侯侯大哥我就要问他 他说国安阶阶进场 买就对了 这个没有料 你还叫我买 所以K棒说什么话 上升轨道 铁定会出现吗 马上回来 你你还在这里 这个试图 就是我买的 在闪或者锦爪 我冲安阶 紧着 从下一个 我 我 我